好嗎? 哈哈哈哈 把人放棄一下 快點放棄一下 現在是 沒有了腰的姿勢 腰消失了 這個姿勢是最舒服的 雖然對腰很厲害 Camping 去吧 Camping 不用Camping Camping 不用Camping 對 在旁邊吃飯 什麼? 我吃飲料 我去咖啡店吃飲料 你去咖啡店吃飲料 你去咖啡店吃飲料嗎? 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直用的VPN Surfshark VPN 這個VPN代表我生活上最大方便 就是可以轉IP地址 因為外國的網站或影片 很多都有地區限制 你身處在香港地區 你就入不到或者看不到這些東西 我現在聽過的APP 或者看香港綜藝節目 都要用Surfshark VPN 轉IP地址才能看到 特別是Livrex 很多人都有看 用了VPN之後 就可以看到不同國家 當地才有的電影或劇集 還有Headlock ID保護功能 當有人想入侵我們的電腦或手機 都會發出警告 還有Briant Search 可以隱藏我們在網絡上的足跡 就不擔心被人發現我們搜尋過什麼網站 那網絡安全的問題 大家一定要好好注意 始終現在這麼發達的網絡世界 真的超容易可以在網絡上 暴露你的個人資料 現在用我們的公司 KAT可以有83%OFF 還有額外再多有3個月的免費使用 和30天的退款保證 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看Infobox的詳情 還在等他 他已經換了3次站 很難得是我等他 太一點 太好了 太好了 再次見一晚 你可以看好 他要去 camping 很詳細 Peri 你跟著這個走 Peri 坐 很精彩 別再在 你休息一下 靠住 不要去 他兒子 你不快 好好 joined 拵 Women 4個 5 呢 然後還拿到這一大箱的垃圾去回收 話說最近我又看新聞 說香港接下來要進行這個垃圾費用徵收 因為可能我已經住在韓國那段時間 韓國一直以為都是要給垃圾費用的 所以就覺得沒什麼特別 都已經習慣了每個月是要給少點錢買垃圾包袋 然後我們現在扔的這些垃圾叫做斜花肉 就是不用付錢就可以扔的垃圾 我們住在這裡是公寓 通常公寓樓下就會有一個垃圾區 已經幫你分好所有的類別 只要根據不同類型的垃圾桶去扔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區 看到全部都是垃圾桶 通常我們就會這樣一大箱拿下來慢慢分類 什麼紙皮呢? 這裡 這裡嗎? 對 這裡這個膠袋一張要用的 這裡是垃圾桶 這裡是垃圾桶 這裡 但是這個顏色沒在 裡面通常有水、液體或者食物殘渣的話 我直接用口開 要清理乾淨才可以扔外面的膠袋 很熟口熟臉這個感覺 很熟口熟臉 這個感覺 這個是膠袋 比如說膠盒、膠磚和膠袋 又會分兩邊不同的類型的 明明都是塑膠 這個紙盒就會放這裡 然後發寶膠在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黃色桶 就是放一般垃圾的 然後旁邊有個小桶 這個桶就是放食物垃圾的 我們現在這裡有垃圾桶 這個垃圾要撒掉 是嗎? 通常在屋台或是宇宙的 才會有這種垃圾分類 如果你們住在屋間的話 就不會分得那麼清 很多時候都是把可以回收的垃圾 放在一大袋 然後根據回收的日子 放在外面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特地細分 每一樣是屬於哪一類型的 我們大概走了一分鐘 這裡又有一個回收垃圾 或者一般垃圾的區域 那麼韓國的這些分類垃圾 或者徵修費用呢 就是很多東西可以分享的 可能一會兒回家的時候 再詳細分享吧 熟空的垃圾這麼做? 不然 那麼 不然? 我們70%、60%不做 那麽垃圾在哪裡? 每層都有很多垃圾桶 一般垃圾是在垃圾桶內的 所以主要是費用不貸 費用不貸? 不貸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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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貸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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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剛才說回收垃圾就這樣帶一袋貨 在路邊就是這一種 就是有一個白色的透明膠袋 代替所有可以回收的車花用 我們又來了這一間 一列的首搖野飲舖 為了減低我感 通常都是兩個人買一杯一起分享 哇 我們的裝備選樓到沒得再選樓 話說我們之前的露營椅是紅色的 但怎麼知道可能已經太久了 鐵架又斷開了 又被我男朋友坐爛了 所以這兩張是新買回來的 好漂亮啊 我們準備了香腸 好想念香港的消效差方便很多 鐵架 哇 什麼啊 鐵架了 為什麼要吃呢 拿著吃吧 鐵架了 又鐵架了嗎 還沒鐵架了 為什麼這麼喜歡呢 我喜歡這種事 燒烤的東西看著 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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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也好 他通常一個月也會有一天 出來燒火啊 他又不是真的燒夜吃 又不是真的露營的 這裡是夜外的咖啡 咖啡也沒必要 哈哈哈 有美味的飲料 貝里是休息中 啊 為什麼 心情的嗎 他在睡著 後來沒帶著嗎 貝里在這裡 牍的 你等一下 bears 不知 hearts 爸爸 was 這是 貝里在 Shop 是 你擔任信嗎 我擔任 我 newly停 Selbst Diane 回到樓下了 現在首爾入夜之後的天氣 是穿短袖短褲已經會覺得冷的程度 現在8月底已經開始入秋了 而且我現在很急了 快點高速回家 船一船 現在就來分享我早上未分享完的 韓國垃圾分類制度 垃圾分類其實在1995年已經開始實行 實行了差不多26年 因為已經過了一段長時間 所以韓國人對於垃圾徵收的費用 或者分類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事 而他們的垃圾回收再利用率已經達到90% 所以香港丟垃圾不用收錢 反而我男朋友會覺得很驚訝 不用付錢嗎? 他們的垃圾主要是分四類 一般垃圾、食物垃圾、大型垃圾和可回收垃圾 一般垃圾和食物垃圾就要買指定膠袋 帶著才可以丟出去 這些膠袋全部都可以在超市或者便利店買到 每個地區膠袋的顏色都會有少少不同 而且上面會寫著是哪一區 所以如果你買了這個區的垃圾膠袋 就不可以將袋垃圾丟到另一個區 他們還有分企業用的垃圾膠袋 但我們通常都不會用到 最大的分別就是價錢是貴兩倍的 首先食物垃圾 食物垃圾的膠袋由1L到120L都有 通常大容量的都是餐廳用的 我們一般平民百姓 就會用1-3L左右 我手上這個就是3L 就不會用太大 始終食物垃圾會發臭 最好一兩天之內就扔掉它了 食物垃圾是指什麼呢? 就是可以作為動物治療可腐食性的食物 因為它之後可能會拿來做動物治療 所以基本上人類不能吃進肚的 都不算是食物垃圾 例如骨頭、海鮮的殼、雞蛋殼 還有一些很大顆的水果 然後就是一般垃圾膠袋 一般垃圾膠袋由5L到100L都有 我手上這款是10L 我們兩個人生活 平均3天就裝滿一個10L垃圾 香港人大部分應該都習慣每天的垃圾都會清一次 很少會隔東西 但是因為始終它一個都是錢 所以通常你還沒裝滿都不會扔掉 可能你放兩三日滿了才會扔掉 所以很多比較乾淨或者不想有異味的韓國人 可能會習慣如果那塊垃圾是貼了一些醬汁或者食物殘汁 他們會用水沖一沖沖乾淨才會再扔掉 回收垃圾我早上也分享了 無論是回收一般還是食物垃圾 他們所有都有一個負定收垃圾的日子和時間 通常是梅花間足然後凌晨的時間過來 但是因為我們住的這裡是公寓 下面有一個垃圾區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特意預約哪一日收垃圾的日子才扔垃圾 我們什麼時候扔都可以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公寓比較好的好處 但是不好的就是 早上所說的就是他們分類分得很仔細 但如果你住一層或者沒有這些垃圾區的話 你所有的回收垃圾只要你帶同一袋扔在外面就可以了 回收垃圾裡面還細分了一個叫衣物垃圾 每一個區裡面總是會有一個回收夠衣服的箱 通常是綠色的 不要的書包、鞋、衣服、皮、窗簾地毯都可以扔進去 那就不需要徵收費用 回收了這些會去哪裡呢? 通常會捐到海外 以及會流入一些二手市場 其中會流入的地方就是冬廟和庫寺餐廳 庫寺餐廳是一個以重量作為單位買衣服的地方 譬如說每kg是一萬won 那你就可以任選任何的衣服 最後就根據重量去計算 買之前會洗乾淨的衣服才買呢?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會由衣服流入市場 最後就是大型垃圾 那究竟何謂大型呢? 就是只要你那塊垃圾 放不進去一個100L的一般垃圾膠袋裡面 那塊就算是大型了 通常都是紙家具 那不同的傢俬都有不同的垃圾徵收費 譬如說扔一張雙人床 要一萬五千won 500L以上的冰箱或者六人梳化 要八千won 四人飯桌或者化妝桌 要三千won 扔大型垃圾的時候 都會有些差異 就是之前我住新村的時候 首先我要去區廳那裏申告 我要扔這塊垃圾 然後他就告訴你幾錢 即場付錢之後 他會給你一張單據 那這張單據就要貼在這個傢俬上面 然後我住這個區就不是這個方法 這裡是不需要去區廳 而是去超市會有賣不同金額的貼紙 那你大概評估了這件傢俬值多少錢的徵收費之後 你就買相對金額的貼紙 買完之後就貼在上面 貼完之後就要打去區廳 跟對方說我扔了一塊垃圾 要過來收費 如果你不做這些動作 你那件垃圾上面是沒有任何貼紙 或者單據的話 是不會有人收你的垃圾的 那如果沒有人收你的垃圾的話 那附近鄰居就會投訴 管理員也會 就是問你要扔 你要付錢這些 而且很重要的是 貼完之後一定要拍照 那這個是我之前一個 韓國人的鄰居教我 因為不排除貼完之後 會有人惡意撕爛 撕走了 那撕走了 那回收人員過來 回收他們沒有貼紙 那又不拿走了 所以一定要貼完之後 拍照照做證據 因為一般房子的話 很多大型傢俬都會丟 那大徵收費都會很大 所以韓國的二手市場 特別是傢俬的二手市場 其實都很蓬勃 那有些人可能擔心 萬一我真的 可能放錯了垃圾在不同的膠袋 會不會被人捉到呢 那老實說 其實是很難捉到的 食物垃圾和一般垃圾 他拿上垃圾車之前 他會刮爛那個膠袋 然後那些垃圾傾盤移出 那就算他發現 裡面有一些 不應該放進去的垃圾 那其實他也捉不到 究竟是誰 那所以垃圾分類 其實很大因素 都是要掩著良心 問自己 你願不願意做多一步 那但是我聽聞 其實也有真的被人試過 捉到的例子 但其實真的不知道怎麼發現 可能他真的扔得很過分 那巧他前面有個CCTV 那最後我覺得 徵收垃圾費用的好處 就是會真的加強了垃圾分類的意識 因為你只要分類回收的話 你的垃圾量的體積會真的少很多 那當然大前提就是 他本身的垃圾分類制度 要做得好 做得順暢 然後壞處我覺得是真的很麻煩 因為真的會花多了少少時間 和心機去處理垃圾 但是這個也是習慣問題 一開始是會不習慣 但是慢慢到現在 我住在韓國 都大概兩三年 這段時間都已經習慣了 還有香港這條街 那裡是出名多垃圾桶的嘛 那你有點好奇 會不會沒有垃圾桶呢 就好像韓國、日本那樣 韓國街上幾乎沒有垃圾桶 最多垃圾桶就是在地鐵站裡面 如果大家有來過韓國旅行 應該都知道的了 那今天這條韓國垃圾分類的影片 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 分享影片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記得Like、Share 和Follow我的YouTube Channel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